次月属锦 司馆锦城 文化在成都积奠千年 乐观包容的生活美学 在成都历久来新 从未失掉颜色 来到成都的每一个人 都奇迹在这里找到 属于自己的荣城生活 他们入川 便未在思虑的初属 多少人都已记不清 爱上这座城市的缘由 是这里的包容 还是无限温柔 我叫王子凯 来自山东围坊 今年26岁 我的职业是自卑体音乐人 我是13年来的成都 很多的很优秀的艺人 歌手都出自这边 所以我就特别想过来这边 每个出来乍到的人 或许都有着独特的经历 不论是在办公楼 还是街头 他们陷入那些 在自己的领域游刃有余的人 同时也茫然于究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因此 在许多个夜里不断地陷入焦虑 属于他们的位置和未来 又究竟在不在这里 刚来的时候就是在这边的小酒吧助唱 跑了很多地方 刚来的时候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你想想 一间酒吧 每天唱五六首歌 七八首歌 甚至 那五六十块钱 还要换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一晚上你要唱十句首歌 所以是很辛苦的 声带会吃不消 会冲血 出道这里的所有人都在不断地寻找 探索如何成为一个新成都人 成都这边给了我很多机会 就是我可以去考街头艺人的这个证 拿这个证去固定的点位去唱歌 我觉得成都就是对外地人是特别包容的 而且特别的热情好客 而且这边的音乐氛围特别棒 真的很棒 甚至比很多的一线全是比较棒 也是很适合这种做媒体啊 做音乐的人的发展 很多刚出来社会的一些对音乐有梦想的人 这个来这儿是很不错的选择 这座城市从没有会对每一个深爱着这里的人 包容和机遇是他给予年轻人的最大善意 成为成都一名自媒体音乐人 于他而言是人生一段崭新旅程的开启 截然一身的人开始有了数百万线上朋友的陪伴 人生地书的人逐渐有了更多机会去往各地演出 离家千里的人一点点把成都当作了新的故乡 这或许是属于新成都人和新成都的新兴相惜 这里是成都 古老与新潮激荡 舒适安逸与故义匆匆都有 机遇和挑战艰巨 海纳百川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 他积添幽幽幽历史 理解各色文化 接纳不同人群 他倾听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的声音 是生活的港湾 更是梦的起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